巴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林师傅 是 亚一炷鱼是您最有信心、最喜欢煮的菜 这是什么鱼? 我们今次是用筍鱼 筍鱼 用筍鱼鱼 基本上是用什么鱼都可以 看一个人客喜欢用什么鱼 但是它煮了什么呢? 这条鱼我们开头就用半煎炸的形式 煎香了 再加多一点油 半煎炸 接着我们就用上汤 火腿汁 连上竹笙 豆腐和鱼一起炆 炆多久? 炆5分钟就可以了 因为半煎炸的时候 鱼已经熟了 差不多熟了 为什么会用炸的方法呢? 香厚一点 煎有一个香法 炸有另外一个香厚法 那你外面有放粉吗? 少少 少少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当我吃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皮 是有少少但是不多 因为你是想做到它的鱼味不会流失 是的 所以你才加少少粉 然后你们吃的时候 第一个口感就觉得 外面有少少脆 里面还是滑的 嗯 多数你是用龙灯来做 嗯 笋壳 海斑 什么鱼都可以 哦 嗯 嗯 真的很入味 很好吃啊 那些煎炸鱼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它是用白菜 和蔬菜 嗯 哦 它做得非常好 嗯 哇 教授 你非常好 非常好 其实我能 那个汁还是一个点 所以你说 用什么鱼都可以 因为你的汁 它是那个 你说的材料 比如说 火腿啊 火腿酱 火腿酱啊 那个汁一淋下去 就 一定是美味 这个上汤是 每煮一样菜 都是用那个上汤 是 是 一定是用的 哇 上汤真的很重要 如果偷到师傅的上汤料 就可以 我不想偷的 师傅已经搞了 功夫是一个部分 我看它的材料是很 真材实料 所以那个点才是一个重点 是不是我们普通人在家里 可以熬的一个伤害 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厅的厅 是秘密的厅 是秘密的厅 不是 师傅个人很好 你 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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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问 师傅 我想我们 能不能贪心一点 我看我们有点饿 可不可以吃几个东西 可以 因为 因为为什么呢 我真的很想吃 你煮的花膠 我可以 我可以 好吗 我能不能贪心吃 黑豚蚱 好 好 没问题 我们加上就是贪心 贪心 很贪心 谢谢师傅 不客气 哇 这个花膠 其实我是很喜欢吃花膠 但是 我被自己嚇倒了 因为其实花膠是真是一个 压口了 其实花膠真是一个很难煮的食材 有一次我父母就寄了一包花膠 叫我煮 我心想 哇 这么贵的食材 要我煮 我都很坦卑不安 但是我想一下 我有一帮朋友 谁呢 我有一帮朋友 只要我煮了 他应该会吃的 当我煮了之后 就没有人吃 我一个人吃完 他们说 其实我打算叫他们来吃的时候 我就想试一下这帮朋友 是不是好人 原来不好吃 真的没有人理我 我一个人喝完这个汤 可能我又问清楚 是否我家人买的花膠 不算是最顶级的 即是比较便宜 里面有少许鱼的血素 原来是要刮掉 所以才不会有腥的感觉 你看我吃这个 和我煮过 我只能给自己五分 这个有95分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实际上 要处理这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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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原来的鱼 很软 很软 很坦白 但是我喜欢这个鱼 因为它有很好的材料 它是很好的鱼 跟鱼的鱼 和肌酶 所以你看我的肌肉 你吃很多吗 我可以处理这些鱼 我可以处理这些鱼 处理这些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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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处理这些鱼 其实现在我们吃这个花膠 他说它的味道已经进入了 我想又是师傅的上汤 所以他先做到花膠 已经将那个上汤的味道 已经进入了 我觉得它有一个鲍鱼汁 它有一个鲍鱼汁 它用那个鲍鱼汁的那个 其实花椒的营养很好 除了刚才他讲的那些 抗力针这些 问题就是它有那个腥味 所以那个汁是帮助 不是皮 只是把它的味道没有这样做 其实完全没有 其实我们现在吃是没有 完全没有 营养很好 很滑 然后你吃的时候 其实可以融化 我觉得这个还没有到融化 它刚刚好有点肉口感 给你咬之口 你开始融化 因为花膠有一个好处就是 如果你有伤口 你吃了花膠 它会比较快一点好 不是吃着这样咧上去 但是它会比较快一点好 如人家说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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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波斯炖龙虾 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因为它的肉质比较 是细滑一点的 而且它的蛋白质很高 还有钙質也很高 所以 为什么这么多人用波斯炖龙虾 就是因为这样的情练 而且它龙虾味是没有那么浓的 所以才用这个汁 是 这个汁是 香灵 嗯 还有恒蛋黄 和一些忌廉 来做成 这个 师傅哥小 就是有解释过 如果它用 波斯炖龙虾 它在用这个味道 如果是澳洲的龙虾 它就不会这样 它就建议不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澳洲的龙虾有味道 有那个龙虾的味道 就觉得不需要放这个汁 这就是师傅 每次跟我讲 我们一定要学会 选择对的材料 在用整样的煮法 而不是一概而论的一个煮法 有道理 没有进步 有道理 如果它用澳洲龙虾 它就会用steam 对 这样你等一下就可以问师傅了 不过我只知道 澳洲的龙虾是有味道 所以它不建议用这个 可以知道我的师傅 他了解材料是有多熟悉的 是的 哇 师傅 这个黑豚 真是我很喜欢 黑豚是 这个是美国的黑豚 是 这个是美国的 它有什么特别呢 黑豚它养的方便是很严格的 它有一个专责的部门 是监管的 嗯 普通一般的猪 我们都知道 一定有猪秃虫 牛就有牛秃虫 是 但是黑豚猪 它没有虫 嗯 讲到在日本有人就这样生食 讲到是 世上唯一可以生食的猪肉 就是黑豚 我看过一些资料 就是说 黑豚 其实它全身都是黑色的 只有头和四只脚 是 还有豚尾是白色之外 所以它叫鹿白 这个叫黑豚仔 我记得以下 为什么用美国呢 如果日本那些 现在就很少人用到的了 因为现在太多地方 太多国家可以有黑豚 澳洲也有 但是澳洲那方面 都没有美国那么好吃 美国这个香热的 香热在它的肉质方面 是的 不过说真的 我吃了 我觉得它的纤维真的很高 你咬下去 不会很硬 但是还有有弹性 很简单 很简单 它的酱是从你的秘密 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什么秘密 你不会分享 所以它的肉咬下去 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 是的 所以 为什么 其实我猪肉 我不是很喜欢吃的 但是 黑豚肉我是喜欢吃的 因为 因为 因为普通 你们的事儿常常吃黑豚肉 就来这里 我只来这里吃的 是的 其他的 我不会相信 我们都听了 他说黑豚肉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普通的猪肉 是的 是的 是师傅说是黑豚肉 我就敢吃 是的 对 那这个汁是什么汁 说的很复杂 那个秘制 就是秘制 秘制 其实和鲍鱼汁是分开的 分开 绝对分开 因为这个是肉类 肉类我会用了些少的 带酸性的汁醬 让你们吃下去 没有那么肯定 师傅 好啊 平时我们煮猪肉 是会好像打下去 等它松一点 黑豚肉需要吗 都要 那工作量不是很大 因为你不是一盘两盘 你这个是大量的 还是要这样做 大量的 都是 大量 这个黑豚肉类 都可以买到的 那是真的 很好吃 很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这个混合 像鲍鱼 如果是酸 煮的 很不同 我不可以买到的 我可以买到的 但是这部分 这部分是非常好 我非常兴奋 你这部分 不用叶的了 不用 就这样煎 好像牛扒 就这样煎 然后放那个酱子 就完成 很新鲜 你才可以这样做 不然你不能 立刻去煎 还是要腌制 你这样就证明 那个肉是很新鲜 因为我们做这个黑豚 煎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煎熟 对 对 然后给一个汁 在锅里一起煮熟 所以这个汁 就有些肉味 因为普通人家煮 我们要煮熟 这个融合 是我可以生吃的 所以不是很熟 都可以 师傅唯一没有教我的 是这道菜 所以我呢 等一下 你们吃完了 师傅 你可以下去教我这个 我全部已经学了 其其八八 剩下这个 我抱有会煮燕窝 炒干燥鱼 我全部都已经八分九分 我操心是四分的 我肯定是三分九分的 你吃不给我的啊 有吗 你吃不给我八分半在我煮鲑鱼 鱼 你几天都没有看过 等一下我煮了这个 你们不要吃千百吃 你你不煮 等一下我煮一份 吃煮的好不好 OK啦 我吃吃煮的烤凉 因为我怕你都不好吃了 不吃的你不知道 你白了 你带我下去 我做一份给他们试一试 看有没有七分半 我不要八分 八分太过分了 七分半好不好 好 你支持人嗎 為什麼 一段時間我煮的 他也不支持我 請我去吃 喔 快樂有時候竟然蠟燈 像你靜耳光 是你提醒我 別怕去幻想 像我內心多悲觀的渴望 彷彿能看見 明日兩春強硬的走路 憂傷有時候 竟被你調味的香的湯 是你抓緊我 往前去撐我 往我內心夾暗去化身風 我會是在你的眼睛裡照樣